主子 不好了 不许得被抓走了 只留下了这个 他还是对花儿动手了 小心 大夫说你的伤不能乱抖 伤口一旦裂开 很难愈合 别废话 花儿被绑哪儿去了 玲珑阁 三皇子的酒楼 走 这是哪儿啊 花儿妹妹 是你把我绑过来的 你是叶千睿 花儿妹妹不愧是将门狐女啊 整个京城 除了我父皇敢这么直呼我的名讳 你是第一个 不过我喜欢花儿妹妹这么狡猛 显得亲切吗 她年纪轻轻就如此有你 你怕是古今中外第一人了 你知道我干嘛 那自然是有事要求妹妹帮忙了 没用的东西 出去 徐守府来得挺快啊 这是周大人 与三皇子救春温案往来的信件 这是从周大人家里搜出的 收受贿赂的信件 里面详细记载了 三皇子从中获得了多少 徐守府准备得挺充分的 那又怎么样 叶千睿 你不要乱来 好啊 只要你现在过来跪在我的脚边 法师永远臣服于我 我便放开了 跪啊 等什么呢 徐守卫妻不要 好啊 对 谢谢你 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徐彦卿即刻入宫敬见 不得拖延 二位大人 跟我走吧 小姐 丹珠 你来得正好 帮我尝尝这个味道现在怎么样 好喝 真不错 大功告成 丹珠 相公进宫也有一段时间了 你去看看他怎么样了 是 小姐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怪我平时吃的太多了 没关系 是我功夫练得不到家 你们俩 大人 小 小姐 让您去厨房一趟 尝尝 珍珠 奶茶 这个是可以喝的吗 你要是不愿意喝 那我到了 看来你喜欢吃甜的呀 不知道 除了酸味 我吃其他的都一样 怎么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口味 小的时候 徐师傅跟我留饭 为了果腹 只能捡山上的野果吃 时间久了 野果的味道 便刻在了我心里 也许他性格孤僻 是因为这个原因 什么 看在你又救我一次的份上 你等我一下 流星蛋黄酥 咸的 拔丝地瓜 甜的 剁椒鱼头 辣的 浇麻吉 我少放点辣 偏麻 清炒苦瓜 苦的 你尝一尝 看你喜欢吃哪个口味 反正 别让我是不知道 每次我一不开心的时候 就会吃特别多的好吃的 你要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 会少了很多乐趣的 沈志焕 那个 我们 算了 吃饭吧 皇上有旨 三皇子叶千锐 数次借功为一事 寻思妄法 结党营私 连累皇室 名身受损 拔其前往封地 不照不得回京城 父皇 我冤枉 父皇 父皇你见我一遍吧 父皇 父皇